高期师开示,什么是业力? 一,现代远了凡之家2017年2月16日,业力是佛学思想中最重要,也是最难解释的一个概念,因此,最易使人们产生误解。 业力这个概念,在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,是整个佛学的基础。 佛教是为了解脱六道的教育,那么如果没有业力的思想,佛教的基石是不牢固的,正确地理解业力的作用,才能真正把六道轮回的思想,在心中建立起来。 因此,即使业力再难理解,我们也要认真地来学习。 业力和我们修行的关系,业力包含哪方面的内容? 业力是组成因果关系最原始的一个要素。 一个人,过去,现在,将来的行为,会引发一系列的结果。 那么我们的行为,会导致我们现在以及未来,使我们的行为,遭遇受到影响。 同时告诉我们,每个人都要为我们的生命负责,因为这种可能性和责任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。 业力这个概念实际上不是佛教所独有的,而是古印度所有的宗教团体,包括印度教、西克教、佛教等等同时认同的一个基本宗教概念。 今天我们不会像据舍论那样详细分析页的形象,而是着理于研究考察波罗门,原始的印度,其他教派的业力与佛教的关系, 小城的业力概念与大城的业力关系,大城与金刚城的业力关系,以及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业力概念的变化,业力范围的变。 对我们修行的影响,以及菩萨缩世线的业、因关系,以及因、果关系,还有,不同的解脱方法,对业力概念的影响。 只有这样纵横两方面,从教派和历史发展上深入分析,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业力的广泛性,佛教构建业力轮回的原理,不同修行方法的依据。 朴素的业力概念,光泛存在于婆罗门教、佛教、奇纳教等基本思想里。所说的业,就是范与康门的因一结模,结模就是业的意思,就是你去做,你去行。 小的时候,老师常常留作业,只要你做了,就有业,业就是去做,去行的意思。这是印度宗教普遍的一个概念,不是佛教所独有的,业力。 广泛的指一种因果关系,业力是轮回的一个主要的因,所以业力不单是现实的果,还会生生不息地繁衍到来世,形成一个轮回的主要动力。 佛教的这种业力观,和印度教的业力观,不能简单地称为从心的角度来判断善恶的问题,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无我与有我的关系。 因为佛教本身存在从不派佛教发展到大成佛教,以及密成的出现的各个阶段,它的业力概念是变化发展的。 与印度教的比较,可以从小成、大成、金刚成三方面来讨论。 到底有没有我,小成佛教的业力思想和印度教的业力思想差别不是很大,有差别的地方在于,小成。 教认为授业的主体是无我,而印度教认为授业的主体是我,是一种有自性,而小成认为,授业是无我的。 那么对业的解释内容是相近的,区别在于授业的主体是否是我的自性上,可能我们以后要详细讲到。 身口一三业,因为有些人是初学,对业的概念理解不够,在这里我们先一起共同来回顾一下,佛教对业力的最基本解释。 佛教对业力分为身业、口业、意业三个方面,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身、口、意业。 我们身体所有的行为作业,就叫身业,如果有语言,你说话所引起的行为叫口业、意业,就是所说的念头、思维、思考、实际上身口。 造的业,多数是随着念头而造的,善念则造善业,恶念则造恶业。 可以说,意业则具有广泛性、加行性。 有时候,你认为自己没有由念头造的业,但实际上,是在你思维习气下身体产生的行为,也是身业和意业的结果。 这是身、口、意三业。 十恶与三毒,如果从善恶的角度来讲,还有十恶业,这是我们佛教徒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。 所谓的十恶业,就是说我们身体会造三种恶业,口会造四种恶业,意物也有三种。 深业,一般我们是说杀生、偷盗、邪淫,这三个业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。 口业有四种,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其语,虽然口业不是生死轮的根本,但却是一切天灾人祸的根本。 更大程度上是一夜,它包括贪嗔痴三方面。 一夜的贪嗔痴,包括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,是所有烦恼的根源,也是三恶道的直接业源,也是导致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。 甚至现在所出现的水灾、火灾、风灾,等等,也是由众生的一夜造作的。 据社论中就解释,整个世界的大劫出现,有火灾,最后有风灾。 为什么世界有风灾呢?因为人心常动。人心的浮动,就造成了世界的动,就造成了风。 水灾是因为贪欲,火灾是因为人类有嗔恨,风灾是因为有动,有鱼吃,有无名的行,因此有风灾。 这是堆十恶业的划分,从身口一山滑。 我们知道,更大的恶业就是五蜜,杀父杀母,杀阿罗汉,破合合僧,出佛身训。 在无量寿经中计数比五蜜之业更重的业,就是棒法之业。 这是对佛教中恶业的整体认识。 善恶无忌,供与不供,业力除了善,恶意外,还有无忌业,这是从业的动机角度来说,无忌业是不善不悟。 打个比方,比如开车时,无意中撞到了人,那么他的业是无忌业,是非善非恶的。 可能昆了打瞌睡,没有看到,不是诚心想去撞人,也不是不想去撞,事情发生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。 无忌业佛教分得很细,据摄论中分为有负无忌,无负无忌,不善不悟也不见得就是好。 他有的会遮。 你的本性,这就有负的。 有时,这种无忌性,可能还给你带来好处,那么,它可以叫无负无忌,不会遮盖本性。 这是从业的动机角度来讲业。 在业的讲述分析过程中,人们还常常以贡业和不贡业划分业力,贡业和不贡业的概念很重要,它对于我们如何选择修行方法很有意义。 贡业就是大家一起来造过业,一起受过报,整个造业的这种形式,类似于一个系统,我们造的一些业相互影响,关系密切。 比如说现在的经济形势,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,对我们的收入有影响。 犹如大气气温的不断升高,甚至每年的流行性感冒,这都是我们贡业的影响。 经济的全球化,社会。 贡的日益精细化,显而易见,越是社会发展,这种贡业的造作,力量就越大,我们所受的贡业也就越大。 那么不贡业,就是说我们造的一些业,只是影响我们个人的身心,你今天不吃饭。 那今天就只是你一个人会饿。定业,还是不定业?定业和不定业,也是理解业力的一个角度。 在佛教的记载中,有些果报,授业的时间,已经肯定了,那么这叫定业。 比如杀人的根本业成立,在小城佛教中,七果报是要堕地狱的,称为报定。 如果堕地狱的时间肯定,那么叫定业。 如果堕入的时间不肯定,那么叫不定业。 在佛经中,杀父母的业是忤逆之罪,死后,下一世,一定堕地狱,这。 定业,什么叫不定业? 有些业的果报和授业的时间都不一定,称为不定业。 比如说一个种子,它马上要结果实了,那么这种子结果就叫果报, 如果这种子刚发芽,它结果的时间没有定,那么可以说这叫不定业。 打个简单的比方,我们经常拜佛忏悔,消除我们的业障。 深入经藏后,我们就知道,在原始佛教的记载中,佛陀有三不能, 其中一项是定业不能转,比如杀父杀母,定业不能转,今生死后必堕地狱, 任你怎样拜佛忏悔,都无法改变这结果,那么,这是在小城佛教中的认识, 认为这是定业。 以后我们还要讲,大城佛教是可以转这种业的。 不定业就不同,不。 业是可以通过拜佛忏悔,修行来改变的,所以,有些人想忏悔业障,把一切业障消除。 这里就有两种观点,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,因为定业不能转, 有些人认为靠佛力靠周力是可以转的,这一点是有所争议的。 催化剂与化学反应,从业力的果报作用力的角度来讲,业力还分饮业和满业, 什么是饮业?就是我们死后,能牵引你到六道中某一道的业力就叫饮业。 比如你修禅定,你就造作禅定业的饮业,死后会往生到四禅天。 有如你常常修善行放生不失,可能隐生到天道,那么,这些善业就是饮业。 这个业力你做的所有行为,它不起别的作用,只是最后在你临终的时起作用,给你推到某一道中。 我们投生到人道了,为什么有些人投生到沙漠,有些人投生到海岛,有些人投生到繁华的城市, 有些人投生到偏远的农村呢? 这是因为每个人受的满业不一样,所以说,业力有饮业和满业的不同。 我们投生到某一道,必须有些业报使我们的一生有连续的作用。 我们今时做人就是过去造了饮业让我们投生为人,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眼睛、头发、肤色有差别呢? 是因为我们的满业不同。 在过去的观点中,常常认为在人是所做的,所受的一些业报,都是过去造的,这种是狭隘的错误观点。 你所造的业的大小不同,它的利业不同。 较轻的业 微的业,成熟的就慢,可能三是,五是才成熟。 比较重的业,可能现实就成为满业了,也就是现实你就得报了。 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人,常常是满业的利非常大,你工作你就挣钱,你不工作你就挣不到钱,你就挨饿,这都是源于现代人造业的能力非常大。 饮业与满业的关系让我们知道,不同的修行法门的作用是不同的。 网上多造饮业,求福报要多造满业。 实际上,与我们修行有关系的,还是整个业力对我们修行的影响。 其重点是我们如何看清我们所修的法门与业力的关系。 印度教与小城佛教的区别,印度教他认为授业的主体是我,只有我存在了,才有业力存在。 印度教的业力思想,是一种类似于机械性的业力思想。 那么这种机械性的业力思想,它与小城的业力思想是极其相似的。 所说的佛教的布派业力思想,与印度教的业力思想区别在哪里? 佛教区别于其他的宗教思想,我们必须看清。 首先,业力观是构成印度教的主要部分。 无论是印度教也好,还是小城的布派佛教也好,都认为,业力是主导人的命运的,人在自由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行为,都会影响你的命运。 如果我们播种善因,那么就得善果,如果我们播种恶因就会得恶果。 凡此种种行为,就会决定我们的将来,虽然业力不会马上显现,也可能会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,但是它 晚会显现。 人没有能力改变业力这法则,业力是一种自然法则。 人没有能力改变业力这法则,业力是一种自然法则。 小城佛教和印度教都是有如此的认识的。 小城佛教的业力观点,到底和印度教的业力观点有那些区别? 这是我们必须区分开的。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业力的受体上。 就是说,谁来作业,谁来受业,谁来轮回,就是在受体上有不同。 我们知道印度教提倡有我的,有我的一种有业道的轮回思想,认为有个我来存在,这个我来作业,最后有我来受业,这是印度教对业力受体的一种解释。 而佛教认为,业力的性质虽然没有变,但是真正能承担,能造作受业,能轮回的并没有一个所受的我存在,而是一些因缘的组合,是犹杀。 生灭的一种现象所构成的,并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我在造业,我在受业,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,虽然不否定业力的存在和不可灭性,但是,是否认它的受体存在的,由此修无我而正解脱,而不是在业力的本身上想办法,这就是原始佛教和印度教的区别。 甲开枪打乙,甲乙都死了,甲鼻乙先死,据舍论认为甲犯没有犯杀业,因为甲不存在了,已经轮回变成另一个人了,或是中阴身了,没有同意性,就没有根本罪的存在了。 如果认为轮回的那个人还是那个不变的我,根本罪是存在的,这是佛教与印度教的最大区别吧? 我们受佛陀的教法,是解决人生死轮回的一个教。 比如一头老牛在拉车,如果这车不走,我们是用鞭子打牛还是打车的问题隐身而言,若从业力入手,你就是打车。 如果你从拉车的,无我自尽入手,那么,你就用鞭子打牛,牛车才往前走。 所以佛陀版对苦修,如果有人认为,只有把业力全消了你才能解脱,一般都会导致修苦行,受苦,往身上烫吧? 啊,比如故意跳入分尺里,或者故意饿自己几年,让自己受苦,所有的恶业都在我身上,现现消完之后我就成就了,这是佛陀版对的一个苦修。 所以佛陀讲究要中道。 佛陀讲究认证自身的无我性,无自性你才能成就,这就是佛教和印度教,因为对业力的认识不同,业力的受体不同而产生的修法部。 大乘小乘的区别,世界,社会在变化,也是无自性的。 随着佛教的发展,所面对众生的根基会发生不同的变化,而每个众生的业力也会显现不同。 在小乘佛教阶段,我们每个人的满野,当时受的业报,是相对清净的,而随着众生所受供业的发展,众生的业报越来越不同。 当大乘佛教发展的时候,对业力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了。 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,对业力的认识就有个飞跃。 他不简单地说造业的是你的行为,而更重视的是你的心理的动机,意愿的倾向。 过去是倾向行为,不管你怎么想的,你杀了人你就有杀业,那么到了大乘佛教的观点,可能你心理的动机对业。 判断占了更重要的地位。 这就是大乘与小乘的区别。 大乘认为小乘所说的家行业对修行更为重要,业从行为的本身到心的转变,这是大乘小乘对业力观点的区别。 所以我们既要知道,印度教跟小乘佛教的区别,也要区分大乘和小乘业力的区别。 大乘佛教的业力观点认为,善恶业的构成,必须通过心理的动机,业才能整理。 如果你心中不存善恶的动机,则不构成所谓的恶业和善业,而且业力所造成的因果循环,也不是机械式的,不是绝对的。 心念的影响要超过业力行为的本身。 比如在法剧经中解释,心是善恶业的主导者。这是最早出现心,是善恶业主导。 一个经典,小乘更重视行为的结果,你善良的动机也可能去伤害别人,比如这个大夫很好,结果就把那个人的病给治砸了,甚至给治死了,那么在过去小乘的范围内,你就是造了一个恶业,用大乘的观点来讲,这仍然是个善业,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。 佛教认为,如果你没有称心和谋杀的动机,无意的杀害并不能构成完全的杀业,这是与原始小乘佛教有一定区别的地方。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?为什么会有大小乘的划分?这不是我们这次要讲的内容,在这里,我们只是讲业力概念的变迁过程。 在大乘阶段,业力被更详细地划分,这涉及到大小乘业力概念的变化。 由于当人们在业力问题上出现了迷茫,出现了迷惑。 因此对业力的解释发展到大小乘并存的时候,对业力的解释就更加详细了。 随着佛教理论的完善,业力概念已经不是单纯的果报,而是业力一定要有外缘配合才能形成果报,业力是与果报说和轮回说结合到一起来阐述的,而不是单讲业的概念。 更详细地把业分成业因、业力、业果。 未完待续。